再来关注天气 随着一早高温橙色预警的拉响 今天成为了7月的第23个高温日 而据气象部门预计 本周天天都是高温天 因而打破1934年23个高温日最热7月的记录已成定局 事实上今天破的这个气象记录还不止这一个 今天深层测得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1度 连续7天超过38度 这也打破了上海有气象记录141年来的极值 在大理石上放一片厚切的五花肉 只要30秒时间贴地的一面就已经泛白 10分钟过后整块五花肉已经八成熟 在地上放一根蜡烛 不一会儿功夫蜡烛开始融化并渗出蜡油 这是今天下午一点 记者在人民广场附近坐的两个小时夜 当时市中心的温度已经达到39度 烈日直接曝晒的地面直接成了铁板烧 我要站起来我屁股好跳 真的好跳 不过这两位来自澳洲的游客 倒是对上海的烈日甘之如银 今天徐家会实测的最高温度达到39.1度 连续第7天超过38度 刷新了徐家会气象战141年来的记录 而据预测本周天天都是高温日 都在37度以上 因而打破1934年7月23个高温日的记录已无悬念 直至8月还将维持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 我们估计8月初的这个最高气温要比这两天的最高气温还要高一点 最高在39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在39到40度之间 4 峰 2 5 4 感谢观看